大家好,我是小刚 听隔壁村的村民说 在前面山上有一对夫妻花40万元建造了别墅 建造好之后却无人居住 这是什么原因啊? 现在我们上山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别墅 是一个什么结构的别墅 这里曾经是有一条大路的 由于时间太长了,没有人从这里经过 大路上全部长满杂草 已经看不见了 看见没有 看见别墅的一角了 看见没有 时间太长了,旁边全部长满杂草 还有这些树木了 现在过去看一下 这栋别墅看起来特别大 非常的气派 看见没 现在我们转过去看一下正门 哇塞 好大呀 三层楼 看见没有 三层楼高 我估计的话这平方也少不了 一层的话估计应该有150个平方 好气派的别墅呀 这对夫妻在山上花40万元建大别墅 建好之后 却没有搬进去住 无人居住 现在荒废了 这是什么原因呀 三层楼高的大别墅 在这里放着荒废了 真是太可惜了 有点浪费呀 现在我们进去看一下 我感觉这栋别墅 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门前有一棵树 感觉不是很好 这棵树在在门前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 这栋别墅是不是有质量问题呀 房屋的质量问题呀 不然的话怎么会花40万元 建好之后却没有人敢住 无人居住呀 我估计呀 这是我的个人想法 看见没有 罗马柱 当时二楼上的罗马柱 也得花几千块钱呀 你看 二楼也有 三楼也有 还有这两根大柱子 估计也得花一两千块钱一根呀 这么好的房子 为什么会 建好之后却没有人居住呀 看窗子 看见没有 看 这里有很多啤酒瓶 看见没有 这里还有被烧过的痕迹 这里 这又是怎么回事呀 难道有人在这里喝酒吗 具体情况也说不清楚呀 大家觉得这栋别墅 是什么原因建好之后却无人居住 把自己的想法可以留在视频下方留言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吧 我们下期再见